欢迎大家进入第二个扣图篇章 我们将会介绍很多的扣图骚技巧 就大家最常见到的 什么把人物扣出来 把天空换掉 把天空换背景 太多太多了 来看一下各位 那么首先我们打开第一个图 那么这个图本身是已经做好了 非常漂亮 那如果现在我们假设 假设画面 我们想把画面当中一个人物放进来 好 那么要把人物放进来呢 常规的方法 当然会使用选择的对象选择 然后鼠标组件靠近它 点一下 好 它就出现我们想要的范围 对吧 这常规选择 但是除此之外呢 老版本的同学 可能他没有这个对象选择工具 我们就可以借助选择菜单当中 有一个叫做选择主体 点击 好 它可以快速的识别到主体的范围 而且效果一般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就把它看几加C复制过来 回到这里面 Counter加V 我们希望这个人物呢 能够站在这个前景的树的后面 所以呢 我们就Counter加T键 适当的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我希望它站在这个位置 好 再缩小一点点 好 大概站在这个位置 好 那么现在我希望的是什么呢 它能够在我们这朵花花的后面 好 花花的后面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另外一个命令 叫什么 选择焦点范围 选择主体 它的意思就可以快速判断出主体 就是中间这个元素 那什么是焦点范围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焦点范围 焦点区域的意思就是它能够根据模糊和清晰的值 来判断物体什么地方被选中 什么地方没有被选中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切换为不同的效果 来看一下 那么黑色的地方就是被选中的 正常的部分就是没有被选中 我们可以精准的控制它的什么东西 它的这个区域 嗯 区域 好 我希望这部分是没有被选中的 我们微调一下这部分 好 再微调一下 好 我希望这部分被选中 然后再点击这个柔化边缘 嗯 同点呢 我们再适当的使用选择并遮住 点击 好 选择并遮住里面呢 我们适当的啊 改为我们的黑白看一下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把它的一个棒径稍微开大一点点 让它的边缘能够自动被检测到一点点 有一点那种语化的效果 好 确定 然后这部分就被选中了 选中好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打开这个人物 好 然后添加一个萌板 哎 这个时候他就是被选择中了 同理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条 我觉得人物位置不太对啊 稍微上去一点点 哎 这种感觉是比较好的 看一下各位 之前之后 好 刚刚咱们讲了两个快速选择 一个叫选择主体快速的判断 谁是主体 第二个叫焦点范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叫什么 天空 哎 这个东西非常好用啊 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对背景换天空 我们首先打开一个天空的素材 这个素材 好 我们康群加A 康群加C 把它给复制一下 回到图 新建空白图层 嗯 康群加V 把它粘贴一下 我们把这个天空放在这个位置 好 我如果希望这个天空能够替换它原本的天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对选区进行判断 选区进行判断怎么办呢 我们只要选中这个图层 找到选择天空 同理它也算得上是一个智能AI的选择 我们点击确定 看了没有 它可以快速的把天空选中 然后呢 我们再添加个萌板 哎 打开图层 添加个萌板 我们按住Auto键 进来看一下 哇 它的选择其实整体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更重要的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选择的不单单是天空 还会把靠近天空的地方 像宁静 就是被光照到的颜色都可以选中 所以它的结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之前 丑 之前 丑 当然最终的效果了 我们可以适当的把他们都降低一点点啊 那么这个大家看情况来就好了 好 我们再把人物打开 那么最后一步是什么呢 最后一步就是我们希望在画面当中 添加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素材 那么呢 目前阶段 因为大家没有学习更加进阶的构图 也没有去融图光效 所以呢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中和大家讲解一下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啊 其实合成也好 调色也好 它基本上都是对元素的替换以及迭代啊 让整个画面的感觉变得不一样 嗯 好 刚刚介绍了一个叫选择主体 介绍了一个天空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命令也不好 比如说这个选择天空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应该是被选中的 但是它默认没办法判断 甚至都没有给我们选择的参数去调整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借助另外一个命令 选择色彩范围 那什么叫色彩范围呢 各位 我们来举个例子 像这个画面 好 如果说对于这个图片 我们想替换天空 当然我们可以使用选择天空 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这个确实不可控啊 一般来说效果还可养 但有的时候效果也不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人为的方法来替换天空 比如说我们首先使用选择色彩范围 那么色彩范围是什么意思呢 就它能够把全局颜色相近的颜色选中 好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取样为这个吸管工具 我们点击天空 你可以看到我们点击的地方 老师不停的在点击鼠标左键切换啊 我们在点击的地方就会出现白色 白色 其实它这个白色就和蒙版很相似啊 白色是被选中的 黑色是没有被选中的 好 同理 如果我们想让这个选区变得更多 怎么 我们一般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添加容差 但是我一般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 因为我建议容差四五十是比较好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点击save的键啊 你看到没有 每次我们设计到选区 save的键就是增加选区 out键就是排除选区 我们按住save的键 在这个地方继续添加 它会把这个吸管工具的颜色继续叠加进去 比如说按save的键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 甚至我们可以在这个小框框里面点击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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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它基本上都会被选中了 如果不小心多选了怎么办 我们按住out键排除掉就可以了 排除掉 好 重新点击一下 好 当我们得到想要的选区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控制一下容差值 如果选区很大的情况下面 我就v调写就好了 不用这么夸张 好 然后适当的点击个确定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选中这个天空 我们想把这个天空给复制过去 Country加a Country加c键 复制一下 回到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能Country加v 你看一下 Country加v 就会把选区替换 但是我们可以干嘛呢 在编辑菜单里面 有一个叫做贴入 那么贴入的意思就是 将刚刚的复制的对象 贴入到选区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创建选区 好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点 看人家踢 放大一点点 好 现在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天空被替换掉了 对吧 甚至它天空的地方 都反射的光都被我们替换了 当然这个光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就选中萌版 画笔工具 好 用黑色画笔透明度降低一点点 稍微把它反光的地方减弱一点点就好了 我不希望这个反光这么夸张 好 当然这个结果可能每个人做的不一样 因为这是有什么东西决定的呢 这是由你刚刚的参数决定的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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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见没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之前 之前 好 好 当然了 有人会说老师 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够精细 那有没有更加精细去替换天空的方法呢 记住啊 老师刚刚讲了三种替换天空的方法 大家都要做笔记 第一个叫选择天空 第二个叫智能 效果很好 很粗暴 但有的时候不可控 第二个叫色彩范围 色彩范围呢 它有的时候不太直光 就控制起来不太好控制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各位 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先删掉 如果我们现在想让它替换天空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借助双击涂层 进入涂层样式 好 在涂层样式当中呢 我们可以找到有个就是混合颜色带 好 混合颜色带 大家需要仔细看过来 各位 我把它拉拉过来一点点 看过来 混合颜色带 它有两个涂层 一个叫本涂层 一个叫下一涂层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灰色 灰色里面红绿蓝三个颜色 那么红绿蓝后面会详细讲解 这里面先不用去纠结 灰色就是根据画面的黑白 来控制它的显示和不显示 显示和不显示 我们是不是就想到了 之前讲的涂层蒙版 一样的道理吗 各位你看到没有 如果本涂层 我们把黑色往右边拉 那么就代表我们选中的 就天空这个涂层 黑色会消失 逐渐消失 会出现什么东西 会出现云堵的视觉效果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拉回来 如果让白色消失 那么白色就会消失 是不是 你看白色首先消失 记住啊 本涂层控制的是黑白的显示 消失的和不消失 那么下一涂层指的是什么 控制下方涂层的显示和不显示 好 比如说我们显示下一涂层 把它往右边拉 就代表黑色显示出来 哇 然后按住out键 拆分一下它的细节 来对比一下各位 我们甚至可以做到什么呢 做到这个 这个 看见没有 这个枯树的细节处理 之前 丑 哇 那么基本上这个东西 就代表着我们画面当中 这一部分 它的黑白光系 全部都被展现出来了 对吧 这个图层控制的是消失 这个图层控制的是显示 那么就代表 这一部分范围的 什么东西 这一部分范围的黑色 被显示出来了 这一部分范围是过度显示 怎么过度显示呢 我们可以按住out键 拆分这个三角滑块 记住是按住out键 好 那么整体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同理呢 我们如果按住out键 或者点击这个白色滑块 那么显示的是什么 下一涂层白色的显示和不显示 是不是 白色显示和不显示 好 我们可以适当的按住out键拆分一下 让它有一点点光出来就好了 对比一下各位 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发现没有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混合颜色带 那么混合颜色带 它一般用来什么地方呢 除了抠天空之外 我们有的时候做氛围图 也会变得非常好看和漂亮 来我们举个例子 各位看过来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把我们背景当中的 这个建筑打造出非常大气的 场景 那么大气呢就代表它会有大量的空气透视 那么这个建筑大部分都是被云层盖住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云层弹开 那么在找素材的时候尽量找黑白光系明显的 因为混合颜色带它就是有黑白影响结果 那么天空蓝色和云朵白色对比度越大 就代表着这个东西的效果越明显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好 双击进入图层样式 好 我们让本图层的黑色消失 那么就是深蓝色的地方消失 因为蓝色比白色更暗 我们就点击本图层 往右边拉动 好 拉到的合适位置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按住out键 拆分这个滑块 让它有一个均匀的固度 好 直到我们觉得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数值之后 我们就确定 好 点击确定看一下 哇 各位 有没有觉得整个画面的 它的这种大气感瞬间产生 然后接下来干嘛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 比如说降解它的不透明度 或者将它的混合模式改为绿色 哇 太多王法了 各位 但是一句话 大家记住啊 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综合案例讲解 混合颜色带 它是通过控制本图层和下一图层的 消失和显示 本图层是消失 下一图层是显示 如果大家可能不好理解这个概念呢 可以拿着素材去练习一下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也讲了 什么叫做混合颜色带 什么叫做色彩范围 那么最后面 我们将会和大家聊下 什么叫做通道 好 通道 其实整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比如说各位 如果说我们想把画面当中上面这两度云朵扣下来 用色彩范围可以吗 可以 但是它不太直光 用选择天空可以吗 也可以 但是它的效果不可控 真正好控制的还是什么通道扣图 那么通道扣图它还是针对于什么东西 黑白光系 大家看过来 我们进入通道 进入红 绿 蓝 三个通道 那么通道扣图的第一步 要判断 红 绿 蓝 三个通道 哪个通道的黑白光系 对比都最明显 很明显是红色通道 因为红色通道 天空的黑色和云朵的白色 它的反差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就把红色通道干嘛 鼠标左键点击 拖到下方 第三个投标 新建多了一个叫红拷贝 好 红拷贝之后呢 通道扣图 黑色是不显示 白色是显示 这个和我们版一模一样 但现在问题是有灰色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借助调色命令 比如说我们可以借助图像 调整 色接 对吧 我们用色接命令对画面进行调整 我们把黑色往右边拉 你看这个时候 是不是原本灰色的地方 就逐渐消失了 你看上面的云是不是都被我们扣出来了 好 扣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白色往左边拉 还没有 现在这个云朵是不是就都被选中了 然后呢 我们适当啊 我不希望它这么夸张啊 我们再点击回车键 再点击确定键 好 得到这个范围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按住康群键 点击红色通道的拷贝图层 记住啊 按住康群键点击 好 那么白色就会被选中 然后呢 我们再用套手工具 大概把不需要的排除掉 比如说下面这部分 我觉得都不需要了 嗯 下面这部分我觉得都不需要了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回到RGB 回到图层 添加一个蒙版 哎 这个时候这个云朵就被扣出来了 扣出来之后呢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放到 我们想要放到任何一个图层 比如说这个图层当中 来看一下各位 我们把它给复制过来 嗯 好 稍等一下 老师需要把它给复制过来 我们把这个云朵 还复制到拖过来 鼠标左键拖动过来 不要松手 是不是 是不是画面当中 会出现一些云朵的视觉效果 哎 甚至我们可以加它的混合模式 改为绿色 哎 让它产生一些云朵的视觉感受 哎 是不是 好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边缘太硬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可以选中它 右键 应用下 哎 对吧 然后再适当的给它一点点什么东西 给它一点点高丝模糊 滤镜 模糊 高丝模糊 让它稍微模糊一点点啊 产生一些景深效果 好 我们再把它适当的变大一点点 好 那么这样子的画面当中就感觉有个云朵 中间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 对吧 有一点点像偷窥的感觉啊 嗯 是不是 好 我们可以再次高丝模糊下 让边缘更加语化一点点 好 甚至可以多复制两层 哎 对比一下各位 之前 吵 之前 吵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通道抠图 大家学会了吗 好吧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讲了最基础的选择啊 这里面的 然后讲起了更加好控制的叫色彩范围 以及混合颜色 但它们的区别和用法 其实前面都已经讲了 最后一个我们介绍了通道抠图 后面实战部分呢 我们会更加进阶的讲解 各位学会了没有 那么下个视频给大家带来毛发抠图 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 拜拜 拜拜